与Thomas聊聊那些方网股的情况 上星期五内地有政策出台 颇影响美团 股价当日就跌了 今天论到腾讯了 有几则消息 跟大家简单报道一下 内媒星期一就引述不具名的 游戏公司消息人士说 游戏公司今年内都不会获发新版号 以及声称其实业界在农历新年前 就已经知道这个消息 另一方面就是由三大电讯商 和华为等组成的 中国移动通讯联合会 元宇宙产业委员会 发布了一个文件 叫做元宇宙产业自律公约 提出元宇宙业务应该立足服务实体经济 坚决抵制利用元宇宙热点概念 进行一个资本炒作 避免形成市场泡沫 受到这两个消息影响 其实腾讯昨天就跌了5% 穿了450元 其他方网相关股份 好像B站、网易和快手都要向下 其实你怎样分析这两个政策 对腾讯的影响 影响性比较大一点 都是关于那个游戏的版号 之前都曾经试过两次 由2018年到现在 连续这次来说 就算是第三次 每一次相关的消息 市场都会认为 对于腾讯的未来的收入 或者是那个益利增助 都会是带来一个负面影响 所以就倾向上是一个受压的状况 暂时去看的时候 腾讯本身的股价 之前就维持了在 这个450-500元之间的环区 现在就跌下来 是低一级环区 就是在400-450元之间 所以现阶段去看的时候 就要留意 400元这个位置 会不会有支持度 至于元宇宙的消息 要留意在字眼方面 不是直接打压元宇宙的产业 似乎在文字上 都是倾向鼓励元宇宙的发展 不过就是要配合实体经济的部分 而不是一些股份 是纯粹打着一个概念股的旗号 作为一个炒作 这类型的股份相对上 影响就会比较大一些